我是皮修专卖店金美一品店的义君老师 我今天要讲100问兼100问的题目呢 就是听说皮修有太多只会打架 或者这个是吵架对吗 然后常常这个音乐有朋友询问说 我已经有皮修了 可是看到我们的皮修很漂亮 那想要再购买 那是不是网络上常常讲说 皮修不能太多只 因为太多只的话会打架 然后我就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老师的看法想法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矿石 有时候呢 比如像我们的铜钛金就是招柴的首选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增加贵人方面 就是我们的紫钛金 那我们钛金家族有非常非常多的 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矿石 那我们如何选择皮修呢 就是我们到底 好问自己到底我们今天佩戴皮修 到底是希望能够增加改变自己哪一方面的一个磁场 好所以就是这样做选择 可是我讲的我想要招财 我也想招贵人 好那就是我们的铜钛金 还有我们的紫钛金 那大家就会有疑问啦 网络上讲说 这个皮修太多只会打架 太多只会吵架 好所以我就针对这个问题 好这个来做一个说明 那在镜头上面在说明的时候呢 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是铜钛金皮修 好铜钛金皮修是我们的招财首选 那铜钛金皮修呢怎么去分等级呢 就是法师越顺 好顺又浓密好的情况之下呢 好当然你的尺寸也要大 又大又浓密好 呃等级就会越高 招财的能力 当然他招财的磁场也会比较强的 为什么要选择顺的呢 因为呢我们希望招财能够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的招财 所以我们的法师呢 铜钛金都要就是 铜钛金是看他的顺 好一定要顺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招财能够顺顺利利的 为什么要浓密呢 好因为浓密的话呢 法师越多越顺 就能够形成小银的导电体里面 充满源源不绝的磁场能量 当然也意味着柴源这个滚滚 而来源源不绝的这个招财的含义在里面 那为什么要尺寸 不要要大又浓密呢 意思就是代表 因为皮修都是招财的嘛 好代表说我们的发大财 好不是发小财 因为我们代皮修就是为了要招财嘛 好这是每个人的愿望 好每个人最想就是要招财嘛 但是呢 我们不论买车买房串业当老板 或者是你想要实现财富自由 这些都是要发大财的 所以皮修的尺寸大又浓密 好当然它的等级就会越高了 面上的铜钛金皮修都是我们现有的货 好然后我就是把它这个放在影片上 一方面大家可以听我做解说 一方面大家可以欣赏我们的铜钛金皮修 但是呢因为这影片都会一直放着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到喜欢的 好那我们就赶紧这个下标选购 好因为如果你喜欢的已经不在卖场上了 就会表示已经卖出就会删除了 所以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就不要犹豫 因为毕竟好货是不多的 好所以如果这个影片都会一直留存着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皮修已经卖掉了 就是你在卖场上已经搜寻不到的情况之下呢 就代表说它已经卖出就会删除了哦 皮修是认主人的 那皮修为什么要认主人 当然就是皮修就是要护主人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嘛 那所以皮修是护主人是认主人的 好不可能就是说会有太多支会有打架的问题 好这是针对老师开光的一个方式 那别人开光也许别老师他开光会有打架 这些问题等等 好又不然会为什么会有这个疑虑 好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来 就是代表说有些老师的开光 可能他的皮修开光之后 他太多支他会打架 好那不管那是他个人的这个 别人老师开光的一个方式 那不管那他家的事 好那老师一军老师开光的皮修 好绝对不会有打架的问题 因为我们皮修都是护主的 都是认主人的 好不会有太多支打架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然也许这是传言啦 好香港首富有李嘉诚 有888支的皮修 好那也不只是李嘉诚啦 我相信其实很多的企业家 这些等等 有时候我们在帮人家做开语的时候 很多的大企业家等等 他们都不只一支皮修 不只一对皮修 非常非常多的皮修 如果会打架的话 那请问你 第一个李嘉诚是不是应该 不可能成为香港的首富 好再过来台湾很多企业家 好也都是不只皮修很多 那他们应该很倒霉才对啊 因为他有这么多支皮修啊 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们看任何这个网络传言 好都一定要有智慧 不要人鱼欲云 好害了都是自己的 好害了害了都是自己的 经过老师开光的皮修呢 是没有什么太多支会打架 或是吵架这种问题 那我们选皮修呢 就是希望借由皮修来帮助我们嘛 所以我们要选皮修 就要选材质磁场强的皮修 好带了一堆普通的皮修 好一大堆普通的皮修 不如选择有用对我们有帮助的皮修 好那就是在镜头上面 这个是招财首选的同态金皮修 那我们就是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卖场呢 是有手链也有项链 都可以上我们的卖场呢 去做一个参考选择哦